Hello 大家晚上好 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您准时参加我们每周六的教育业现场 我是Enlighted Education 湾区办公室的Manager Ali 那自本月中旬开始呢 美国大学开始陆续发放早生录取结果 本周已经有一大批美国大学陆续放榜 实际上美国排名Top20的大学 每年可以录取的总人数 仅仅是应届全美大学申请人数的1%左右 具体到ED和EA的录取人数 更是远低于1% 收到录取offer的永远只是极少数的人 所以没有收到早生offer的同学们 应该在剩下的半个月时间里 要平复情绪 重整旗鼓 全力以赴的做好接下来的ED2和RD的申请 那ED2选校应该如何选择呢 今年ED的结果对未来申请人会有哪些影响 今天的讲座由Enlighted创始人 资深升学顾问Ben老师 来跟我们谈一谈2023年ED录取数据解读 欢迎Ben老师 好的 谢谢艾丽老师的介绍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呢 也是很多家长非常期待的 每年我们都会第一时间 那今年的话时间尤其的早啊 昨天今天我们都在收 刚刚收到了一个录取了Permona 这个美国录取率最低的 派千五的波莫纳学院 我们曾在之前的访校里边 给大家做过一些视频的录制 学校的话非常的好啊 那我们之后也会更新我们的offer啊 好 那今天的我们主题内容比较多比较杂 大家不用担心啊 我们会在啊 我会用30分钟左右的时间 把前面的节目给大家整体的讲一讲 因为这么多内容呢 我们会在未来的两个月啊 当然是这个圣诞节和新年结束之后 给在座的家长啊 11年级 10年级 9年级 甚至更早的家长 想了解孩子啊 这个未来面临的这种申请的趋势 和这个录取的形式 特别是针对咱们这个华裔啊 亚裔申请人 有什么变化 那么会在接下两个月 我们的同事啊 我们所有的顾问都会安排时间 因为现在我们还在紧锣密鼓的 帮助那些 一地没有下车的学生和家长 那一地啊 一下车的永远是少数 刚才艾利老师说的非常的对 我们做过具体的统计 我们把美国前20所有大学里边 大一新生的数量 除以美国每一年啊 申请四年级大学的这个学生的比例 我们得出来结论是低于1%的 这个比例是低于1%的 当然你发offer数量可能略高于1%啊 offer毕竟发的比实际上入学的要多 但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我们已经排除了读了两年社区学院 或者高中毕业不读书的 依然是1%的人能进前20 所以大家不要被朋友圈或者公众号 虽然今年我们录了大量的前20 但是我们从来不说啊 这是一个容易的事 从统计学历上并不容易 那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一个总体的一个概念 根据现在已经出来的 非常的有限的有效信息 特别是我们自己的案例啊 结合我们过往的经验 然后我是在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 请我们三位顾问 给大家做一个小的panel 我们会围绕一些 关于今年的这个申请趋势 还有他们自己对今年 异地形式的一个感受 包括ICT到底要不要考 对吧 AP重要 还是说ICT重要 还是活动重要 还是什么重要 我们今天的这几位顾问 都是由大腾和那个 比超大腾还录取 所以一会儿7点半左右的时间 我们会有个panel discussion 那今天的这个主题呢 分这几下这个部分啊 panel地方我们又放在上面 我现在开始今天正式的分享啊 那第一个呢 就是最新以公布 异地数据解读呢 其实说实话 美国大学一个趋势 从我入行到现在 越来越多的大学 他隐藏数据 你像三四年前 斯坦诺宣布 不公布你的录取率 但是但凡 董地尔航的家长 后台一看数据啊 CDS一看啊 你再去一处 计算器搞定 对吧 所以说他这个动作呢 更多的是这个吸引家 做一个那个比较好的公关啊 说的不希望大家焦虑 其实名校不让大家焦虑很简单 很多高等教育学界的一些知名专家 说过你们只要扩招就行 MAT斯坦佛哈佛耶鲁啊 但不过前二十前三十这些学校 他们的资金足以他们 double啊 就是两倍于现在这个体量 依然有钱赚 但是他们不会这么做 我在过去几年的讲座里边 给在座的咱们的热心听众 分享过无数次 之所以啊 这个爱马仕的勃金包比较贵 是因为他的稀缺性啊 之所以特斯拉的这个卡车 现在还是比较热门啊 而且一旦出了 一定会有黄牛去买 就是因为他出的慢 艺术品为什么贵 也是稀缺性 樊高在生前的时候 他的艺术品没有人之前 他在离世之后 他的一个年轻时候的一个小的 小画的一个小孩的作品 都是上亿的价格 所以名校也是一样 他们深知这种稀缺性 是他们在当下 甚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保持这种社会关注度的 一个必要条件 所以这个是不争的事实 大家都知道啊 所以我们就是 大家会发现 越来越少的这个数据公布 但是我选了一个学校啊 这个学校非常的诚恳 每年都会给 非常详实的数据 第一时间给 这个学校呢 就是传终的哈耶普中的耶鲁 这个耶鲁有一个别称啊 没有任何的讽刺意味啊 这个学校叫GAYAV 这个学校这个 同性恋双性恋啊 或者性手术群体 就LGBTQ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在腾校里边是相当相当高的 那这边产生一个问题 是这个性手术群体 愿意深耶鲁呢 还是耶鲁愿意去录啊 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我带了一个美国西部的 一个私校的男孩 那个孩子呢 和我也是什么都讲 我非常的坦诚 那这个孩子就说 他们学校啊 从高一开始 他眼睁睁看着到 就九年级 美国九年级 他到毕业的时候 他们学了一半以上的女生啊 他们每个班里边 有七成是女生 女生是那个就 就是那个双性恋 或者同性恋 所以这就是个问题啊 而且孩子是在西部的 一个保守中 就是明明大学 他的暗示啊 这种群体 是在社会中受到不公待遇 他们录取率会高一点 而且我之前 咱们的老听众啊 我那场法学院的讲座 给大家讲过 UCLA 他录取的大一的 这个法学院的新生里边 有30%多 是性手术群体 啊 这个群体呢 在整个人口血统计里边 是非常少的 绝对不可能超过 美国人口的10% 但是耶鲁大家可以上网搜啊 耶鲁是著名的GIV 所以很多家长就说啊 我孩子没进去怎么着 有没有考虑过这个群体啊 如果你不是和你同样profile的 你就吃亏了啊 咱们不讨论政治 只是告诉大家 你在申请中有很多因素 你是不可控的 好 耶鲁的数据 为什么给大家分享一下 作为巴勒腾校里边 数据最透明公开的 大家看啊 他详细的给了 他从2008年啊 到2028届 2008呢 就是2008年毕业啊 这个大家记得啊 你大学里边说 你是哪届 哪届的是哪年毕业 不是哪年入学 因为你入学的大学 特别是大学 入学时间可能一样 毕业时间大概率不一样 美国大学四年大学 平均的毕业率呢 毕业时间大概是在这个 大概是在这个六年左右啊 因为美国大学的话 不像大家说的 华人可能两年三年毕业都有 就平均数是六年左右 所以大家记得啊 你说哪一届的时候 他说毕业那年 你毕业的时候比较精准 代表你完成这个学历啊 大家看看这个数据 他基本的人数就是 录取人数就一千左右 大家看不到一千啊 就这个数量 他给的是这个R也 耶鲁呢 他不是绑定性的一地啊 他是那个限制性的A 就是你生我的时候 不能升起他的私校啊 或者是周外的这种功效之类的 他每个学校叫法不一样 实行这种非绑定性 但是有排他性的 早申请政策的学校有几个啊 普林斯顿 耶鲁 圣母也有啊 圣母大学属于这个政策里边 唯一一个排名不是那么高的 斯坦福也是啊 哈耶普加斯坦福都是这种政策 加州理工在去年也参与了这个政策 那这个政策有什么好处呢 虽然你可以路路不来 但是呢 你在许政务的时候 不可以同时升起他的 一地 对吧 所以大家要理解啊 如果第一次听这个讲 这样的家人会觉得很晕啊 这就是美国大学的一个现状 美国强调个性化 大学自主性 所以这种政策的话 是由大学来决定的 他们也是为了保证招生 大家看啊 他过去几年啊 大家想想2008届 04年左右的时候啊 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出国潮啊 大部分华人的 应该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过来的 技术移民偏多啊 那个年代 那个时候呢 早上的人数啊 4000多 录取个这个七八百人 这个比例相当可观的 对吧 在这经历了一波高峰啊 大家看最高峰是在这 最高峰就是在疫情啊 疫情这一年 2004届 2024届啊 就是2020年高中入学 大家要知道 美国大部分的公立学校 你是不可能留级的 所以这个2024届呢 在高中来讲 他就是2020年 对吧 那批入学的 那就是疫情那一年 大家看 疫情那一年的话 全美国大学都实现了一个 申请人数的飙升啊 这个曲线是非常夸张的 非常夸张的 所以不光是耶鲁 哈佛有一年啊 整个申请人数增加了50%多 啊 就是因为疫情 疫情首先一个特征什么 我要ICT 就是可交可不交 那这个政策呢 给亚裔之外的所有族裔 提供了一个不得不深的理由 你不就是180块钱申请费吗 而且大家看疫情之后 耶鲁大学为首啊 不是耶鲁大学 所有的这些大学 几乎所有的这种名校啊 他都采取了 可交可不交 导致申请人激增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 你看 录取人数一直没有变 所以他永远是在每一年 选那一批最强的啊 最强的 第二个部分啊 那个ED没有录取应对策略 是否要ED2 那这个呢 是给在座的家长啊 如果你们家孩子 正好是这个情况 因为自从ED开始发榜结果 我们公司团队已经接收了 几十位家长的咨询 我自己的会议啊 为什么今天这个有点晚 我下午还一起在开会 明天一早八九点 有东部的家长 下午我也排一天会 确实很忙 很多ED录取结果 不立想的家长 因为之前是签约别的机构 所以找我们这边 当然他不是说 通过我们的宣传 都是老听众啊 但是不是每个机构 都是说这个推广政策那么灵活 所以我最近排的比较满啊 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ED没有录取应对策略 应该是否要ED2 这是咱们在座家长最关心的 而且明年这个时候 后年这个时候 所有在座家长 如果你还在家ED没有下车 你也面临着选择啊 大家看啊 给大家分这几类 第一个呢 就是reject deny啊 这个就是催俱啊 就是催俱就是俱了啊 不用争取啊 你写个pure letter呢 那你可以写 但我觉得价值就不大 或者就没有价值 defer啊 defer什么意思呢 defer就是说 哎觉得你很优秀啊 我把它排第二 defer呢 就是他觉得你很好 但是你又没那么好 或者他觉得你很好 但是你不符合他们 在业一阶段啊 招人这个优先级 把你放到哪呢 把他一般的学校 大部分名校是没有ED2的 啊 我说这个名校 就是非常靠前那些 那也有一些 又有ED2的学校 又给大家提供 那defer的话 有两个选项 有一些学校呢 会把你放到第二轮defer 啊 像纽维大学 就是一个例子 纽维大学呢 ED1会把一些学生 放到ED2的defer 对吧 就是说你和ED2在比一轮 你还是绑你 而且你可以选择不绑你 因为第一轮没录你 所以defer很神奇啊 defer是一个比较好的证据 就说明孩子实力不错 但是大家要理解啊 defer和defer区别很大 啊 我们今年就会发现一个现象 我们和家长沟通啊 我们自己的内部讨论 康奈尔大学 我们之前发过新闻 康奈尔大学在ED 结果出来的一两个礼拜 发了一条新闻 说我们今年要缩减 ED录取的这个比例 这个呢 你觉得太不靠谱 你说人都交了申请分 你都冲了 因为你申了康奈尔的ED 不能申其他学校 然后你又很说你减名额 说是为了照顾更多低收入的 因为申一地的家条条 都比较不错 但是呢 康奈尔他我就做了点动作什么呢 今年我们接触的啊 大概有一些很多学生 包括我们自己的 拿defer的比例是比较多的 往年康奈尔没有那么多defer 那这就一 当然他不会公布官方数据 公布一地 defer这个数据的耶鲁大学 耶鲁大学很诚实 他给我们学生写的 我们有几位学生 也非常优秀 耶鲁大学只给20% REA的学生提供了defer 就是一地 一地轮里边已经是很强的了 大家别忘了啊 运动员 教职工子女 特殊关系户 正要的孩子 想一地的话 他一定会 他想冲耶鲁的话 他一定会REA 所以那批整体吃的是非常强的 那这里边defer的比例只有20% 那就意味着20%到常规轮 和耶鲁的其他学生在PK一下 其中有很多人是有机会继续上岸的 所以defer是一个整体不错 但是Carnier今年拿不准 Carnier呢 我们自己学生里边学生 我们就知道一些学生 是离这个录取是很接近的 可能成绩弱一点呢 可能是别的东西缺点 是持续的这种输出啊 所以大家要理解 不同学生的defer不一样 那西北大学啊 西北大学也有defer 那这个defer呢 没有官方数据 坊间传说 个位数的defer率 就说明你将来转正的概率 还是比较高的 就是说你在PK能够赢的概率 大家谁也不知道 常规轮的这个效果 那第三呢 就是waylist 就是后五名单 这个呢 不是每个学校都有 大多学校没有 那我们有个纽约大学的小孩啊 他就是waylist 他也倒是上网天下查各种论坛啊 怕自己很激动啊 就是比催俱好 但是这个呢 听天由命啊 这个不展开讲 因为有举个例子 给大家举个例子 加入大学生的雅各分校 有一年 他转正了 当他没有EA啊 他常规轮就给waylist 结果后来转正了多少人啊 转正了上千学生 但是有一年的一个都没转正 博客里有一年啊 三分之一的转正率 所以公校转正的概率呢 看大年小年 私校的话 传统名校转正概率极低 因为退出来的少 退出来的少 那第四个呢 就是admit 这个就不用多说 你就录了 录的话 就围绕一个转的诚实守信 你要取消其他的申请 你要给那些 还没拿到offer的去让录 对吧 当然REA你可以继续等 因为你不是绑定的 但ED的一定要取消啊 当然这不是法律规定 但这是一个基本的诚信问题啊 而且如果你 中间你又骚骚度啊 这个ED路里不去找个借口 很有可能影响你们学校后来几件 而且如果大学知道了 你学校学校就去不了 这个的风险是非常大的 ED2 这个ED2给大家看看 要不要ED2 慎重考虑啊 这个呢 要单个分析啊 明早上我们的两个会议啊 一个姓泽西的 另外一个麻省的家长 东部 所以只能早上很多问题啊 就是面临这个问题 我不会强烈建议孩子去ED2 如果你没有考虑询要什么 因为往往ED1不理想的孩子呢 会陷入一个快圈 就着急赶紧下车 那ED2如果选了一个不理想啊 或者是不合适的 你如果实力正好够 你进了 你未必四年是一个好的结果 那同样 如果这个孩子呢 他实际上ED1的时候 没把他打醒 ED2反倒选的更高 那我觉得他被催俱的概率更高 他反倒浪费了机会 所以ED2的选择并不多 从排名来看啊 今年排名调整比较大啊 芝加哥大学往年都是前五的 今年就有点低啊 但大家不要只开排名 要看学录取率啊 大家看 约安霍普 金兹 芝加哥 范德堡 卡梅 埃莫里 华大圣 路易斯啊 纽约啊 波士顿 塔夫茨啊 波士顿大学 李海啊 波士顿学院 大家看这圈前六十里边 1.2学校还是不少的 但是呢 滕校不在里边 滕校没有1.2 但是滕校你说好吗 看具体你要学什么 你要干什么 这大家要理解啊 而且这些学校 大家不要以排名来决定1.2 要看录取率 而且要看池子 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塔夫茨这个学校 他在去年就已经 各位数区率了 各位数什么概念 这个学校 去年前二十左右 他也不是各位数 范德堡的话 是去年各位数 所以这个学校 大家不要看他排名第一 这个学校是非常火的一个学校 在东部是非常火的一个学校 也在波士顿 所以大家一定要淡定啊 就不要看了排名去1.2 别浪费机会啊 然后呢 再做家长 如果你们正好 你们的朋友 或者你们自己的孩子 面临这个1.1 结果不理想啊 那肯定会陷入这个望子菲薄嘛 就会觉得 哎这个我玩了 我这玩了 你看我这我这多惨啊 我这我这什么都不行 我的努力都是白费的 千万别 我觉得啊 不要妄自菲薄 你要客观分析 是今年你对手太强 还是咱们做的不到位 还是你轻敌了 还是你成绩实际上特别的一般 你的目标太夸张了 就是你这个没有一个合理的评估 还有因素 你是控制不了的 你久了 我们有个学生啊 这个卡梅 结果撞车了 他们需要三个学 一地卡梅的 卡那机没扔的 成绩都不是他 但一个是legacy 一个是父母是教职 就是教授的子女 那这肯定有优势 那第二个是拉丁义少数族裔 低叔 他怎么比 你怎么比 对吧 你是一个亚裔 还是国际学生 那个小时候是国际学生 他是个亚裔 对吧 你没法比 那孩子自己都知道 他没有输在自己身上 而输在了这种形式上 对吧 那第二个 客观公众分析复盘总结 不要出了问题 就什么叫妄自菲薄 全找自己的原因 这种孩子是非常吃亏的 不能什么时候找自晕 那是国内 我觉得说难听点 就是给咱洗脑的 出了问题要多找自己的原因 不要找客观原因 咱就说 这个国内特别火的 这两条那个 东方政选 董事回岛是这个事 你觉得和他有一毛钱关系吗 对吧 有的人拉偏价 就是 我觉得公正的分析 是很难得的 这个事咱分析一下 是孩子没有好好 之前把成绩拉好 把这ICT准备好 这个平常混滑水了 然后伸的水上冲个高的 是这个原因 还是我们这孩子 这是每个地方都做到位了 全球里边成绩最强 各方活动也风生吹气 吞燕迅也很好 文书也写的是非常的 这个能让人 这个声力俱下的 那就是 是不是咱们的对手 和他不是在一个层面 是不是不是一个维度 有没有这种可能 所以大家要客观 公正的分析 不要去道听途说 我觉得就是分析 对比 本校的数据最有参考性 如果你们学到今年 这个大年录的都很好 那你要分析一下 是不是我做的不对 如果你们学到多录的差 你又不是学到第一名 你平常录的好 对吧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 一种品质 就是公正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说法 现在网上免费资讯也多 对吧 那第三个 在经历中上 大家要知道啊 年龄不是让一个孩子 成长的这个 必要条件 而经历是 这种经历不是说啊 我们吃亏了 我们要越挫越勇 这都是表面机仓化 关键是我们 从这个过程来分析一下 哪块我们做的不到位 那这个不到位 是我们当下做的不到位 还是之前 很长一段时间 我把经历放错地方 对吧 是不是我们有点 过于高估了 我们这个临时爆破脚的 这种能力 过去规划中 有没有出现一些 明显的问题 对吧 那路的这些小孩 是哪点比我强 评估一下 对吧 家政对自我来说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如果这个孩子 对这个结果影响 特别大 整个人就特别大 那作为父母 作为孩子 我们要评估一下 这个孩子将来 面临一些挫折的时候 我们是通过 更多这种经历 去增加他的脱米 还是说我们去理解 这个孩子是 承压能力特别低的 我们将来不要给他 选一个压力 特别大的职业和行业 我觉得任何一个经历 孩子的话 情绪仍然比较大 我们要分析 咱们孩子的性格 因为性格是很难改变的 这是一个人 对外界社会的反应 内心的反应 天生的其实 很难调整啊 可以有一定的适应 但这种感受 是一直在 那第四个 不要被世俗的 第二件自己成功啊 那当年我读书的时候 报读研究的时候 大家都这样 我当时觉得 哇 这屋里边有个疼笑的 我觉得仰视 孩子都这样 但是大家要理解啊 那四年 这大学给你编制了 一个所谓的名牌 我给大家之前 我一个讲 大家可以看 我们之前的讲座 哪些行业 最看名校学历 大家去看 我们之前油管 那个视频啊 哪些行业就看名校 你不当美国总统 你不去当中议员 你不当美国大法官 你不去大的咨询公司 投行去工作 大概率这个名校 不会给你加持 想当医生的 对吧 想经商的 想自己创业的 想做科学家 想读博的 很多职业 你的名校加持 对你 真几乎没有任何加持 而你在这个学校里边 成绩特别好 是关键 所以什么叫世俗标签 名校给你的加持 在某些行业里边 确实有用 实话实讲 但是大部分行业 它是没有价值的 更多的是 你的大学里边 怎么去学 怎么去提升 而且一定要定义 如果这个孩子 起步特别低 通过自己努力 录取了一个 特别不错的学校 那你要认可自己的成功 我的起点是很低的 而不是说 我和那些 天赋异禀 人家就是学神那种 九点钟睡觉 N多一批课 各种活动 各种竞赛的 你比不了 你七点不一样 不要和人比 世俗的标签 是在整个人群中去比的 而不是说去单一的 拿两个七点不一样的 不会的 你自己最了解自己 如果孩子 真的是进步了 努力了 我们要认可这个努力 那结果不符合预期 我们要复盘一下 那我们一第二和RD 做调整 我是希望给家长 我们也在平复孩子 下午一直在开会 理解 这个我就开玩笑 我说我差400分 考北大 我也很不高兴 当然那是玩笑话 那我读研究生的时候 我读的BNA的 那哈佛都没录取 为什么 你在做这个事的时候呢 你是主观往上去凑的 但是过去的时候 我们要客观平复 要来复盘 要理解这个标签 背后能够到底带来什么 它不是个彩票 你不中的话 你确实应该后悔 你就差一个数字500万 对吧 那你肯定后悔 和你也没关系 大家控制不了 那个难受劲是有的 这个不是 你将来的成功取决 你怎么读大学 而不是你什么大学 去录着你 对吧 对今年未来人的启示 给大家看看 这个给大家画了几个重点 一会儿在具体 我们的同事加入的时候 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 我为什么圈了三个数字 三个 大家要看一下 这是美国大学录取的变量 那些固定的 你的出身 你的族裔 各方面咱就不考虑 咱们看这些变量 那SDCT 一会儿我会给大家讲一讲 问问我们同事 该考不该考 那这个专业红色的 单独一个slides financial aid 特别重要 给大家提条新闻 纽约大学今年 他做了一个很好 很完美的公关 家庭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下 这个资产一般 一般性资产 就不是你好一套房的 学费全免 这个家长觉得太厉害了 很多家长就要深 我们一直都往这压了 因为当然家长要缺钱 我们会 你就该深深 不落大倒 家里边还可以 我们不劝 为什么 他有说给多少名额吗 唯一是一个need blind 就是我所有都可以录取啊 就是你只要低于多少钱 10万以下的 来多少个 我给多少个钱呢 哈耶普斯吗 这些学校可以 这些学校可以 其他学校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财力 纽约大学更不用 纽约大学其实说实话 非常的扣 你要想拿这个低数的钱 你得符合他的预期 他会给 但是名额会不会给你 那就要慎重 所以大家要知道 很多大学做的公关的一些操作 和他实际真的给你的 是大相见的 给大家举另外一个 前次持的私立大学的例子 我就不点了名了 这个学校更无耻 他在网上写的 我们百分之多少的学生 拿反正ate 对吧 反正就举了一个数的 我一看 我学校这么有钱吗 后来我一看不对 他的措辞有什么问题呢 他告诉你是他录取的 在学生里边 他给了多少比例的 这个财务补助 那些真正优秀的 就缺钱 他这压根连录都没录 因为他等于是录完了之后 拿自己一个固定样本给你看 就是符合这个要求的 我给多少钱 那你可以是学生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五 或者百分之五十 那资历差别很大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反正ate 你一定要合理评估 我们有专门负责的这个同事 全能型的顾问 有一位顾问师 专门做这个反正ate 大家要咨询一下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一会儿我让同事说 这个地点非常关键 我们同样录取名校的 大藤校的 其实说实话 这两个标志还是差的有点大 就你在一个热门竞争的地方 对你的要求其实很高 并没有那种 所谓的全国一样式代表 即使是大藤校 那专业呢 大家看啊 这张图嘛 调调大陆通罗马 但是这个路子真是不一样 你每个专业录取率 是有些许的差别的 这个差别呢 不是说他单独有录取率 而是你的竞争对手 对吧 很多人想学异的学生啊 学Bio 那Bio在美国是第二个专业 那这不展开讲啊 这个今天时间有限啊 所以大家要注意啊 专业是我认为 孩子和家长在规划中 最需要去考虑的 因为这个需要几年的精力去呈现啊 你的这个专业匹配度 那得给大家看 给大家一个总结吧 这个大家看啊 我们这个图呢用了好多年啊 我认为是一个漏斗的模式啊 就是你往下筛 当然他看的时候综合看 他并不会直接把你筛掉 他的思想去综合看 我一直在这个趋势没有变 而且今年我觉得更明显了 你的成绩 你的考试 你的标划 对吧 决定因素啊 越多越来的案例证明啊 你活动再好 文书再好 如果成绩和同类申请人比 有硬上的话 你就容易被呃 被被挤掉啊 因为成绩特别好的特别多 这个成绩不是权益 而是课重的情况下又权益 对吧 那这个标划呢 困兽之斗啊 一会儿我会和同事在一边 panel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 什么叫困兽之斗啊 这个 然后这个课外活动呢 一专多能啊 你并不能只有一项单项就可以了 我们所有录好学的学生呢 一般有一项是比较强的 综合也不差 当然每个学生不一样 你要看 啊 personal呢 这个文书今天没有篇幅啊 大家会在接下来两个月 听我们所有同事的专场的时候 围绕不同的给大家分享啊 因为今年这些案例确实多 我们好玩的也是和 比去年甚至更多啊 当然是因为认识我们家长更多了啊 所以说我们的学生也越来越多 那 这个ICTCT要不要考 大家我建议大家截图啊 我之前有专门讲座 ICTACT大学更喜欢哪一个啊 大家这几个问题呢 我都在那场里边有单独讲 分享啊 案例呢 我就 一般一般简单 和我们的这个panel老师啊 我们在等最后一位老师 那个加入 我们就开始panel啊 啊 我们给大家看案例分享啊 这案例呢 大家都会给大家一个预告啊 因为之后我们在我们群里边 没进群的家长呢 也可以加一老师进群啊 我们群里边都会发这个讲座链接 这是我们呃 按照这个录取难度 做了一个排序啊 我们今天来的这几位 圣学顾问呢 呃 就是有斯坦福的这个CS录取 有宾大的公园录取啊 有宾大的这个文理学院的录取 两个宾大一个斯坦福啊 这是今年这个录取难度比较高 咱不能说这些学生就是说啊 怎么怎么着啊 确实这些孩子起点整体比较高 那母妖也够啊 对吧 然后呢 第二波 我们今年约翰霍博物精神录过三个 有一位呢 是录了这个学校最牛的专业 这个专业是不让转的 这个专业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这么热门啊 这么小的私校不让转 就说明他真的是比较热门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啊 直路的 当然能录院霍博物精神 这个前日的学校已经很难了 啊 我觉得已经是难上加难了 那这个专业呢 就是也是对孩子一种能力的认可啊 这孩子是咱们湾区的 大家知道湾区是一个非常卷的地方啊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不容易的一个一个 这个孩子也非常的active 之后的专场会友啊 所以大家就看我们的案例分享 啊 康奈尔大学啊 康奈尔大学 然后莱斯大学 莱斯大学CS 他知道莱斯大学的热热度啊 可比康奈尔要高 为什么 这个学校可比康奈尔给钱大方 他是最早一所美国大学宣布 15万美元以下收入的家庭啊 一般收入啊 你不能太多资产 就你家庭收入在15万美元以下 你的这个学费是全面 他是最早的一所 他的疫情钱就宣布了 直接导致那一年申请人暴增 那疫情之后又增加了一堆人 所以这个学校呢 莱斯的难度非常的高啊 他很有钱 很舍得给钱 那深路的华大 乔治城 乔治城是EA啊 没有异地 总加理工啊 也是EA 我们这几个录取 这几个都是在15%以内的录取 那再往下就扭大 塔夫斯 大家知道塔夫斯虽然排名40啊 他的录取就在前20 非常非常难 这个学校 这个学校的各方数据都不错啊 然后呢 这几个呢 这几个专业 我们录的就比较多啊 我们就没有单独给大家讲 我这放虫了啊 我应该是放圣克拉大学家东北大学 啊 东北大学我们也好多位 我这贴错了啊 这个这两个学校 为什么贴了这个 大家知道 就业导向性 圣克拉大学家东北大学 这两个学校 我们业录的挺多的 今年挺多的 计算机上课都有录 如果特别在乎就业率的 咱们孩子是普娃的 这两个学校 可能是非常好的目标学校 那好 我们今天进入的panel啊 今天呢 我们就是也是 把我们的这个几位同事 我们同事用的一部分 我们有九位全职顾问 那我们选了其中三位 正好时间有空 给大家讲一些 案例分享啊 的之外的一些细节 案例分享他们之间的专场 那首先问 我就问一个问题啊 那大家就放开聊 因为我们之前 都没给老师发问题 我们就是一个随机的 我们探讨 和我们平常开会一样 在座的几位同事 我想问一下 你们今年的感受 你们觉得SAT 或者ACT 对亚裔学生有没有帮助 那Erica老师可以先讲 然后再趁老师 再David老师 就是基于我这边 学生的一个 一个直观的体验啊 那我是个人是认为 SAT的 就是有SAT成绩的学生 还是很有优势的 对这个是我一个 从录取来看的一个 比较直观的感受 那刘晨老师 你这边呢 很有用 David老师 非常有用 因为我跟刘晨老师 在offer上有一个 就是同一个学校的 这个两个学生 然后身的也是 同一所学校 然后就是从这个 SAT的分数 和最后的结果上来看 我看这个是 非常明显的 这个一个 是录与不录的 一个区别吧 对 所以我觉得 非常有用 好 那第二个就是 开放性问题了 那再度的三位顾问 因为你们都 你看 David老师 这个斯坦福CS 陈和那个Erica老师 都是宾大录取 而刘晨老师 去年是有MIT 每年都会有 藤校的录取 各大都有 你整体感觉 今年的这个录取形式 目前来看 和去年对比 有没有一些变化 刘晨老师 有相似的地方 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吧 一个是 其实对湾区的学生来说 其实还是 挺苛刻的学校 对湾区的学生 那 so far 据我听到的是 我们湾区 某一个学校 所有申请 并大的学生 全部 要不defer 要不reject sorry 差一句 这个学校是关于 十分那种 特别顶级的学区吗 很popular OK 这边不点名 但是是一个 很popular的学校 那有一些 不一样的地方 是我觉得 一个比较明显的是 学校的课询 变难变多了 那拿那个 Brown来说 Brown以前的话 在多少 在我们今年之前的 很多年 它其实都是三个课询 而且那三个 课询它用了很久 就同样的topic 经典的话 它又加了三个 而且它老的那三个 其中的一个 还变了topic 那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里面 可能有各种原因 可能影响比较大的 一个是 affirmative action的关系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可能跟 AI的发展 也是有关系的 因为它要做一些 很tricky的一些 prump来 考验你 对 这个是我 so far看到的 比较明显的一些 变化 OK 谢谢刘成老师 戴维老师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还是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吧 因为这个不同的学校 确实趋势变化 还是挺不一样的 有的学校呢 这个 在变简单 有的学校好像在 在变难 我是没有看到一个 特别整体的 就是说 同时就是像疫情之后 第一年那样的 同时所有的 前面的这些学校 都是这个申请人数 尤其是早晨的 这个人数 在像范范一样 那么涨 这个趋势是 没有看到的 然后有的学校呢 是早晨的人数 是在变少 然后有的学校 是在变多 所以我觉得 没法从这个数据上 一概而论 就是说 哪个变难了 哪个变简单了 我这块多说一句啊 就是说从这个 大伙可能也会看到 就是说 这个不同的 这种录取数据 我觉得不要简单的 去看这个录取率 因为有的时候呢 就是有的学校 可能我们看到 这个早晨的 这个录取率 是上升了 但是你如果说 仔细去看 它这个早晨的 录取的人数的话 它有可能是变少了 这个原因可能是 早晨 它的这个人数变少 对 所以说这个 趋势来讲 我觉得没有说 特别明显的 一个走势 然后呢 还有一个 我是感觉 有一些学校吧 尤其是我们知道 Cornel也是在这个 给出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消息 就是说 他会把更多的 这个名额 当然之后 我觉得这个会变成 一个一个常态 就是说 他们会把更多的 录取的比例 放到RD阶段 所以这个 尤其是对于前面的一些 私校来讲 我觉得这个可能 慢慢的 就是尤其在之后的 这些年 ED和这个RD之间的 这种Gap 这种区别 我觉得可能会 变得越来越小 就是说 区别没有那么大 然后呢 这个我觉得 从文理学院来讲 特别是 就是不算是 最头部的 比如说前十名 可能说十名往后的 一些文理学院 如果说 你不主动去管 他要A的情况下 可能难度 没有像之前那几年那样 在今年的上升 这是我 从我这边的一个 一个感受 好 谢谢David老师 那Everka老师 您这边怎么看 我觉得 首先就是 我同意 陈老师这个 就说到的 关于文书方面的变化 今年非常明显 其实不光是布朗 很多 就是 很多 很多学校都做出了 这个题目的变化 而且这个题目的变化的方向 和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因为这个 前不久 这个高院才否掉了 这个就是将种族啊 纳入录取的因素之一 所以呢 我们今年就非常有趣的发现 很多的题目都在明 都在明示暗示的 问你的 就是你的这个种族啊 你的背景啊 你从哪里来啊 这一类 这样的一类的问题 那么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 就是这种问题 其实非常tricky 因为可能对于 有一些学生 他可能背后故事比较多的 就就就有很多故事可讲 但是其实对于 咱们的学生很多 嗯 其实没有什么 大家都是 对吧 也没有什么惨可迈的 也没有什么特殊背景 都是就是 呃 和谐家庭出来的好孩子 努力读书的好孩子 就是这个 其实反而还会 其实是对 呃 很多像这样的学生 其实是一种挑战 这个是一个 呃 二一个呢 就是 当然只是我的一些 直观的一些感受啊 就我觉得这个 呃 尤其是在早生阶段的 两极分化 也是非常非常 就真的是 汗的汗死 闹的闹死啊 就是学校 呃 就这学生告诉我的 就他知道的 就一个学校就有四五十个人 那其他的就不说不说了 但是我们也有这个 很唠的唠死的 你想前不久 咱们才接到这个 UC的最新通知啊 什么什么 Merced的呀 这些校区 还有一些转学的 这个一月份都还可以 还可以接受申请 就我觉得这个 两极分化的这个现象 也真的是 就大家头部的学校 是其实竞争是越来越激烈 包括从我自己带的学生 一刻看得出来 就是最后大家确定 学校都想去就是去试试 那个那个好的啊 这个是第二方面 但最终呢 我觉得就是从 带学生的这个过程来看 我觉得其实如果说 在就是已经准备 进入到申请阶段 或者在申请阶段的 嗯 同学就是还是 还是以不变应万变 就在这个阶段 千万不要被一些 外部的信息给搅扰了 就是我觉得最终 至少在我学生的 录取案例来看的话 就是是不是把自己的 最有特点的 就是最独特的声音 表达出来 以及选校专业各方面 定位方面的匹配 就是这些方面 如果咱们做到极致了 就是那学生 一定是会有好的结果 好 谢谢几位老师的分享啊 这个Erica老师提醒我了 这个平衷法案的这个判决呢 对一部分家长来决斥的 哎呦 你不能歧视我了啊 那我们亚裔是不是要横着走了 是或许可以解释 为什么咱们这个弯曲一锁 学分八九分不错的一个学区 房价也不低啊 但是亚裔没有百分之七八十 五六十了 能够有四五十神秉纳的 那就代表很多家长是认为 哎 你宣判不可以用族语录取了 那我就放开了身啊 把宾纳当成什么是公共场合啊 想来就来 想到就走啊 对吧 然后另一波呢 另外一个极端 大学也不傻啊 当年宣判的时候就说了 我们会通过 最高法那个大法官的时候 他当时做了个陈词啊 我们说不要用族语来判 就是来作为这个大学录取的 标志是五一线的 不代表啊 你不可以在文书里边体现 这个族语身份 给你造成的这种影响 这不就是通知所有大学 来来赶紧告诉你 为什么这么多community essay啊 或者什么变法的问啊 这文科生终于用到这个用武之地了 就是在套你 你怎么说都隐藏不住你的族语成长 对吧 你藏不住 对吧 你生活在什么区 你有什么 你吃什么饭 你都知道 对吧 这些每个族语的常用的梗 大家都知道 所以这点我觉得比较阴险啊 但是你挡不住啊 那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啊 专业美国大学专业这么多啊 那在座的顾问 你们可以分享一下 你们认为 这个专业对孩子录取影响有多大 孩子是应该曲线救国 还是应该追求自己的热爱 去在九年级就开始去慢慢找去专业 就你觉得专业不管是从录取 首先第一个问题啊 专业对录取的影响 那第二个问题 那在规划中怎么去按专业 做一个大概的取舍 基本上就曲线救国或者应来嘛 你们怎么看 这问题比较复杂 没有固定的案 因为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但是我希望给家长一些线索 因为家长现在也是非常焦虑 就那几个专业 那刘山老师你考虑一下 你看看你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对工科的学生来说 专业还是挺重要的 因为你的整个的课程的规划 需要早一点开始 因为很多的我们的理工科的课 是一个sequence OK 那再加上很多的 尤其这个公立学校的选课 没有非常的flexible 所以他可能会对你有一些要求 所以你必须要早早的开始 就是有一些大概的方向吧 那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呢 那我们也有碰到过这个十二年级过来说 我想学这个专业 但是当你看到他的profile之后 你会发现说他其实不适合申请这个专业 那这个里面就会有一个很纠结的一个过程 对 但是总的来说 我们要做的是去在他给我们的东西的这个前提下 去最大化的能帮助到他们 这样子的话 其实一般来说 还是会去尽量去说服学生和家长去 从整体来分析他自己的 去看他自己的这个profile 然后看他自己的活动 看他自己的课 包括说去看学校大学 他喜欢的大学 对这个专业申请某一个专业的一个expectation 这样综合起来去选择一个这个major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而不是说啊 我一定要想学这个 如果你一定就是要想学这个 要早一点早一点规划 同意啊 这个刘成老师说的这个现象呢 其实非常像刚才Erica老师说的 汗的汗的落死 那根据统计呢 这个哈佛大学啊 他虽然学科非常全 但他文科生下降的比例非常高 那塔夫斯也是 塔夫斯是一个 大家以为人文专业很好 那根据统计他过去十年间 他的那个文科学生的数量急剧下降 他专业还有 但是急剧下降 那大家想想 这个就和Erica老师讲的一样 学校大家充明校专业 充好专业 为什么 因为过去的十几年啊 就是至少最近十年 不同专业毕业同意的大学 薪资差别特别大 你包括哈佛耶鲁啊 就像我们掌握一些专长 你一个经济学毕业的 去哈佛毕业的 和一个哈佛大学生物学毕业的 你心思可能差的不止一倍 毕业期 当然后来发展可能会有不一样的 但专业型这个角度 学费又这么贵 这个也是人事长情 那好 戴卫老师您再分享一下 这个刚才关于专业的问题 您怎么看 我觉得 陈老师说的非常对啊 就是 有的学生他可能 他想申什么engineering专业 然后到了这个申请的时候 一看我成绩单上 我连一门AP calculus 我都没有 这个你怎么办 我觉得 真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对吧 在这个情况下 那这个 对于就是 如果说大家觉得都还差不多 就是基本上我上的课 其实是matched的这种 那我觉得这个地方 应该是两个来分析吧 第一个就是说 你到底有多想进这个专业 那像笨刚才你问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 在申请和录取当中 专业有没有影响 这个应该是很明显 很明确的 就是说 不同的 就是哪怕是同一所学校 他不同的这种 这种学院 尤其是engineering 这种比较热门的这种学院 可能和其他的一些学院 那他在录取率上 可能是差几倍 甚至说好几倍的一个差距 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我们也知道 现在有一些比较热门的学校 进去之后 这种热门专业 是不让你转的 那如果说你真的就是说 非常想学这个专业的话呢 我觉得你的这个申请的策略上 这个学校一定要去分开 那对于这种 这个让你去转的这些学校呢 我认为其实无所谓啊 就是说从这个曲线救国的这个角度 因为你进去之后 你把课上好 怎么也都让你转 但是对于这种 不让你转的这种学校 你又是非常非常想去学这个专业 那我觉得可能 那你就奔这个去吧 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个办法 因为你的这个priority 优先级别 第一是你的专业 第二才是可能是学校 对吧 那你就奔你这个专业去身 你不要说因为一个专业好路 但是这个专业进去之后 你又转不了 你就是按照你 不是很想学的一个专业去学四年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那有的学生他可能觉得 这些可能专业也都差不太多 然后他可能更图一个这个学校的名字 那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你以一个相对容易的这个专业去身 我觉得这个思路是是可以的 然后再有一点呢 就是说对于现在这个 尤其是比较火的这些 这些stime类的专业 我的一个感受呢 就是还是要wire rounded 就是说你要是一个很全面的 甚至说 当然这个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啊 就是说你可能说身什么 你不要说什么 就比如说你是一个这个很好的这种 engineering的学生 你很擅长于programming 你如果在这个申请这种类型的这个专业的时候 你在就是无限的去放大你擅长的这个方面 我觉得不见得会有特别正面的一个一个效果 那就是从我的感受上 这些比较好的这种 这个理工类的专业的 学校的这种录取的话 这些人都会展示出一些在其他方面的一些 不管说在这个volunteer上也好 还是说在这个艺术啊talent这些方面的一个 一个优势也好 我觉得这个是是要有的 特别是这种community的这种 对于community这种贡献 所以说这个也是在这个规划上 我觉得不要只局限在 OK我要去打比赛 我要去做research 然后就是仅仅是停留在这样 你要有其他的这些方面的这种这种展示 这个是我觉得我的一些想法 对谢谢戴维老师的分享 我觉得戴维老师刚才有一点提的挺好 就是说很多家长就不信啊 他觉得我就要把经历 或者和鸭宝子鸭的竞赛 或者某个科研发paper这块 那你简单 你去看看那个这些就今年 咱们最近大学那个辅助文书 你看看那些排名特别高 你特别喜欢的学 你看他问他什么问题 你就知道如果你单一的去从事一项啊 所谓的这种专一性人才啊 你你写不出东西来 你写不出东西来 因为你的精力太担保 你参与度比较低 而且一公的社区活动 是我们非常推崇的啊 而是我们在过去几年一直讲 结果今年啊 几乎所有的这种名气比较大的学校 都有这community service这种asset 或者怎么去 就和community相关的啊 这是今年大的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我觉得你前两年 从common app开始改成的 community加了一个 它就是一个转变 就大学这种撕裂感呢 需要才文书里边看看 谁是那种能够给这个群体 创造更多联合度 而不是说这分裂群体 搞那种极端主义的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 一个趋势啊 那好 Erica老师你怎么看 我觉得David老师和陈老师 都说的非常的全面啊 这个专业的影响呢 还有包括就是学生怎么伸 然后包括规划角度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 一定是case by case 就没有办法去一刀切 因为每一个学校的情况也不一样 然后这个学校里头 这个专业的这个配置啊 什么的都不一样 笼统一点说呢 我觉得就说前三十 或者就前三十之后 当然是比较笼统的一个划分啊 之后的这些学校呢 有些就是他的专业的影响 在于说他下走这些专业 特别像公立学校 他就没有那么多位置 所以他招不下人 所以大家都去挤那个热门专业 那就就是竞争非常非常的激烈 我就只有这么这么几个位置给你 那么对于头部的这些学校来讲 就是这些私立学校 他倒不存在这个位置的限制 但是呢 这些学校他非常看重 他的这一个class 这一届学生的多样性和一个平衡 他不希望我都招来一群 都是马公背景 对啊 都每一样都得来一点 那么对于这样的学校来说呢 其实这个就要说到咱们规划阶段了 因为就是说到最后申请的时候 有的学校就说 那我要不要换一个专业 或者怎么样换个其他的专业 我就发现有的时候吧 你换也换不过来 因为你的这个活动已经做成这样了 你要怎么换 你这一换一看就很假 一看就是想取权救国 这必须是直据无疑 所以其实就是像这样的学校来讲的话 就是得从规划的时候开始 那我们怎么去有区别的做一些活动 因为这些最后放在一起 对吧 他还是看你这个学生 你的个人的经历都有些那些 够不够给这个班级带来多样性 而在那种阶段的学校 其实就是说你放什么专业 他只是一个名字 摆在那里而已 但是就最重要的是你学生展现的 对那最后一个问题呢 希望咱们每位 如果去简单的给大家一个 就是如果有的孩子 真的是不擅长考试 这个ICT就是考不出来 咱们每年都会遇到 那你们觉得什么样的条件 可以去隐藏这个ICT的不足 有没有你们就可以 每个人想一个例子 就是确实他ICT就是没教 但是别的其他方面可能够强 或者其他因素 让他进来还是相当不错的 或者理想学校 你们想想有没有解药 当然这是个极端案例 这个并不常见 特别目标比较高的 那从刘成老师来看看 就是针对这种 真的是考不出来的 有有有有 去年有一个去年 就是刚刚过去的那一年 我们的这个这个 这个湾区的一个学生 major之一 这个SAT考了四次 考不出来没办法 实在是没办法 super sport都super出不出来 然后这个AP上了 算上12年级是6个 对 这孩子最后进了 UIUC的一亿 而且他们给了他 honor 还给了scolarship 那这个孩子呢 他的特点是什么呢 他对他一亿 这方面的知识 非常的丰富 你从他写作 可以很容易看出来 当然他有一个问题是 他刚开始写的东西 我们谁都看不懂 我们所有的consultant 所有的editor 全部都看不懂 但是就是这个 算是我们做申请的时候 要花很多时间 去改的一个过程 那从他自己来讲的话 他对他的专业的了解的程度 可能已经超过了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 但是他就是SAT考不出来 怎么办 对不对 那他在学校里面的 他们的robotics club 非常非常的活跃 我知道了是他的魏老师 也是他们robotics club的advisor 给他写了一个三页的推荐信 对 我觉得这些 那另外一个的话 他自己是在社区活动这方面 他也是 他就盯着一个地方 一直做一直做 而且做了很多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 他对engineer 就是他对他自己的专业 是非常有想法的 不是说 就大家都在学 或者这个专业很popular 我才要学他 他对他的专业 因为我有其他的很多 学CS学1的学生 那他 我看他的SA 我知道说 他真的是想去做一些事情 而且他知道 他怎么去做 怎么去做 那所以这个孩子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 比较典型的 就是没有SAT 然后AP就还OK 就是还 其实我说实话 在他们学校 算上12年级6个AP 那真不算什么 对 我觉得他能录到 这个学校的话 我觉得已经非常好 对 大家要理解 这个11电子工程 这个可是公园里边 第二任何专业 仅次于CS 或者CS一种专业 而且是美国 这个失业率最低的专业 几乎没有之一 所以难度很高 大家听了没有 我听了我的感受是 那还不如考个ICT呢 这孩子做什么东西 多费劲啊 这个ICT速成狂背 狂刷题 但这个大家看啊 这个真的是不容易 能在弯曲卷成这样 真的是这个孩子太厉害了 就他的这专业 大家要理解啊 如果我们看不懂 招生观看不懂 我们大量接触理工科的 这个学生 招生观可是什么都看的 如果你的文书材料 连我们都看不懂 招生观更看不懂 你一定要理解这一点 你要能够和人更长的沟通 不管你学多么高深 那好大卫老师你那边看看 有没有这种解药吧 或者这种给这些考试不太行的 这个孩子一个一些勇气 我觉得这个首先有一点啊 就是说这个SAT啊 不擅长考试考不出来 这个我觉得一定不能说 同时反映到你学校的这个GPA上吧 因为你如果说学校的GPA也低 然后SAT又考不出来 那这个我觉得就属于天崩开局 对吧 这个怎么办 这可能真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个办法 因为我觉得可能学校的那个成绩GPA 肯定是要足够的不错 你还有这个说OK 我SAT考出来的一个前提吧 那你如果说这两边都不太行的话 我觉得那可能这个难度就非常非常高了 那如果说只是OK 就是Test Taking 就是标划这个考的不是很理想 而且这个我觉得也分 你是只考到1,200分的这种不好 还是说是考到1,450到1,500之间的这种不好 对吧 就上不去了 上不到1,500以上 上不到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 我是这么认为 我认为如果说你真的是 就是停留在1,100到1,200的这个水平 说实话 我觉得其实他在学校的这种GPA 也未见得说很会很拔尖的这种 当然这个这个是我的一个 可能比较偏颇的一个看法 但是我觉得这种学习能力什么的 应该是有一种match 有一种匹配的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我觉得可能更多是要去从选校的策略上 去尽可能的最大化我们能够得到的好的专业和好的学校 那如果是后者 就是说 我其实各方面能力都很好 我可能就差那么一点 比如说reading 可能就是读的慢 或者说这个怎么怎么样 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就回到陈老师 我觉得刚才已经说的很好 就是这个你要在你擅长的这个层面 你要非常非常的去钻研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学生 进Harvey Mudd 他就没有叫ICT 他这个就是我说的这种情况 他就是停留在应该是1480左右的一个成绩 这个成绩我觉得抵Harvey Mudd这种学校是不够的 所以就没让他抵 但是他在自己的这个biology这方面的research方面 做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打过这个Igm的这种世界级的这种生物的竞赛 然后呢 还是回到我上一个问题说 就是这个well rounded 就是这个孩子他在一些traditional heritage 然后包括这个一些其他方面 有一些这个才华的一个展示 包括他的这个creative writing的这些才华的展示 我觉得这些可能是能去弥补这种稍微差一点 就是说你其他的这个学校的在校成绩的AP考试 这些都不差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可以弥补的 那这个如果说是真是全方位在学术方面啊 这个数据方面处于一个落后的位置的话 那我觉得可能策略选择的这个专业和学校的这个定位 我觉得可能比说我们一定要去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级别的学校 我觉得可能是更理智的一个选择了吧 对 刘生老师给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路子 就是你得有个路女的旅游 而且旅游非常强烈来掩盖 因为这个孩子他属于双杀 这个课程不重 内卷高中 这个IC6考不出来 又想选约约约约这个排名前五的一个工程学院 对吧 那你真的是那个足够的厂来弥补这两个的相对不足 那David老师说的就更务实啊 中不留着咱们大部分的这个普娃的一个点 说我这个都不行 我活动也一般 我还想够 你普度都够不着 对吧 你理工科这学校 你普度的这工科那可是不是一般的难 他和普通科不一样 所以大家要理解啊 我们之前为什么提了这个专业的问题 大家要理解一个情况 专业对一个学校录取难度的影响是非常大 唯一影响不大的是哈耶普斯这种 你啥专业都难 对吧 你再往下那就差别比较大 所以这个不是单独一个主题啊 那是考老师 您来总结一下 介于咱们前面两位同事讲的 您怎么看 我回想了一下 我这边没有提交SAT 然后还录的不错的 就是学生的情况啊 有的是有移民背景啊 就是或者说是国际学生过来读美高这样的情况 就是学生本身是不错的 但是因为语言确实底子比较薄 所以他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 冲到那么高的SAT 就是考不出来 但是呢就是就像David老师说的 你不能就是双杀 你的GPA怎么样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你想我这学生 我去年有录取一堆UC 包括像UC Berkeley录取的学生 就成绩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SAT考出来就考了 就考1450啊 就是就就就上就就上下就就不行了 最后也没有提交 因为UC本来也不看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样的学生 就是选校非常重要 像这样的学生的话 我认为申请UC来讲的话 其实是一个比较倒角的选择 因为UC反正也不看 就是这种不看成绩的学校 不看这种成绩的学校 这样就是就压根就testblind的 这样的学校 那可能会稍微的有 就是会讨巧一些 还有一个情况 就去年对这个学生呢 他是没有提交 因为就是考不出来 1300多考1300多 读到1400 就教不出来嘛 最后也是录取了南加大的 这个计算机工程 那么这个学生其实是 学生的品质肯定是没有问题 然后他就是过来读美高 非常非常的努力 成绩上来讲的话 没有太大的硬伤 虽然英文有一个必要 那这个确实是没办法 就是时间短底子薄 但是就至少在他的 这个stamp方向 数理方向 这个就是肯定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这个孩子 我觉得申请当中特别突出的 就是他的文书非常非常好 就是一看就是一个非常讨喜的一个孩子 非常非常的善良 这个是我认为他最后被录取的 功不可没的一个因素吧 对大家就是刚才顺着 Erika老师这个学生 我们访下的时候也有那个采访 这个文书当时我们内部人讨论 这个孩子英文技术并不好 不是他的用词多么高级 这个细节把握多么的好 而他这个故事的素材 最后给他挖掘出来 Erika老师挖了很多人给他挖素材 这个素材是非常就是高下力判 一看就知道是个非常善良的孩子 善良不是说出来的 而是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和你的做 就是你做那个动作 所以这种呢 有的时候可遇不可求 但是往往 如果这个学生和顾问 沟通足够的顺畅 是能够挖出很多家长看不到 或者不重视的一些素材 这个是一个AI 但是取代不了的 这种特殊的经历 行 那最后的时间 Erika老师您看看现场 有没有选 这个一到两个问题吗 因为今天在Erika脱汤 顾问都还忙 所以你看选一两个问题 我们这边打一下 好的 谢谢几位老师今天的分享 确实也是 我们每年在这个录取放榜之后呢 都会复盘 会分析 大家唯一的感觉就是 每年的录取 这都是个玄学 真的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指向性 或者是这个硬指标啊 所以今天家长的问题呢 也是比较集中在 关于SAT和ACT上面 那有几位家长呢 都问了同一个问题 这个SAT和ACT 到底哪个更重要 哪一个对大学录取更有利 对我今天给大家强调一下 因为我后来看了后台这个 ACT问题特别多啊 那是这么个情况 我们刚才特意问了三位同事 如果你想隐藏ACT 要么你就死科UCGP特别高 AP考特别多 要么呢 你就是像陈老师讲的 那个孩子已经专长到那种程度了 对吧 已经是一个职业 这个电子工程师的状态 你才可以弥博 而这个难度的不可修空性更强 说实话 ACT啊 特别像 我觉得是美国考试里边 一个相对公平的 所以大家也理解啊 虽然名称不说啊 ACT要淡化了怎么着 大家仔细去看 我们之前文章发过 美国排名前50大学里边 中间的50%的ACT 它的区间 排名越高分越高 你到这个哈佛哈耶普这个级别 前25%的学生 ACT几乎都是满分的 一千万八以上 那ACT绝对是满分 所以这个是他们说一套 做一套的典型 为什么ACT有钱的请Tutor 没钱的小孩 我们今年有一位 家里边条件是非常一般 全讲越岸货不金丝 全讲拎包入 可能连买包的钱都省了 就直接去读就行了 这孩子真的是裸考 ACT几乎满分 他在一个根本 没有什么华人社区 孩子是非常的 这个家里边 就是真的是 把剩的钱都放在教育上 那我们非然付给我们钱 但是换来的是 四年几十万美元的 这个学费收入 这孩子到现在用的是 苹果四还是苹果五的手机 大家能想象吗 就这种境遇 很多孩子是遇不到的 但是孩子裸考啊 所以你说这个ACT 是不是改变他们用的一个基石 这个孩子如果没有ACT 凭了那个几分的学区 怎么能够拿全讲 能够录冤后不尽私 所以大家要理解啊 在座家长 如果你们不是今年 已经申请记结束了 你们就等着研究ED2 或者别的 11 19 你们去上这个 Winter Book Camp 去用四 其实就几天啊 四场考试 我们排除了这个 圣诞节排除了过年 然后还能用最短的时间 去评估 你到底擅长ICD 还是擅长ACD 还是你不擅长考试 然后你其他的部分 是不是符合 因为这个ACD ACD Book Camp之后呢 会有一对一的老师 给你单独评估一下 我们会给你一个 合理的这个建议 而且不要盲目的 把一个暑假 八个礼拜放在ACD Book Camp 有的甚至回国 有些国内家长 这个事情的事情是 冬天时间并不长 四个考试 十六个小时的讲课 有ACD班 ACD班 ACD加ACD啊 最忙的季节过去 就是1月3号吧 我们所有的老师 都会安排专场 大家也发现了 我们的同事风格都不一样 因为我们都是在 各自的 特殊的这个 际遇中 变成了升学顾问 遇到不同的学生 接触不同的家长 成了我们现在技能 我们的团队是最多元的 所以大家也不用纠结 哪个好哪个哪个坏 其实你的感觉最重要 都是非常强的顾问 案例都非常的好 只是说有的时候 我们碰到一波特别强的 那案例好一些 弱的话 我们拉的也很高 但是家长看不到 对吧 你像我今年印象最新的一个案例 是一个陆东门大学的小女孩 这孩子别说AP课的 Honor课都没上过 但是孩子的善良的品质呢 第一次沟通就发现了 选择学校选择专业全注 这个孩子非常非常的优秀 所以说我觉得有些案例 我们在这不能给大家放 就是大家很多 就喜欢名校 我们也理解 但大家要理解 我们大部分学生是中间的学生 中间的学生是人群中大多数 我们也从来不会挑学生 我们在乎这孩子 有没有这个心 我们一起走下去 能够达到一个 他们曾经够不到的高度 好 今天分享就这么多 对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谢谢各位老师 大家晚安